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冯绍峰赵丽颖复合无望 冯绍峰和女演员亲密聚餐 新恋情仪曝光 近日 冯绍峰和赵丽颖的复合传闻闹得沸沸扬扬 2018年的知否成为一大暴剧 也让冯绍峰赵丽颖步入婚姻的殿堂 2021年 两人结束了短暂的三年婚姻 虽有不少人拍手称快 也有很多人倍感惋惜 但近日却传出冯绍峰赵丽颖复合的消息 原因是冯绍峰多次探班赵丽颖 网传冯绍峰带娃探班赵丽颖 多次被狗子目击 两人互动变得十分密切 令吃瓜群众浮想连篇 吃瓜群众称冯绍峰峰之 因为吃醋才多次探班赵丽颖 两人复婚有望 对此 有网友觉得不无可能 毕竟冯绍峰虽然有过凌云 妮妮等多位前女友 但只和赵丽颖步入婚姻的殿堂 还孕育了一个儿子 两人的感情自不一般 或许在千番过境后 两人都愿回到最初的美好 不过网友刚开启联想 冯绍峰便被拍到和美女聚餐 两人把酒言欢 打情骂俏 疑似恋情曝光 当天冯绍峰和一众友人在饭店聚餐 在她旁边的正是女演员盖月希 最初冯绍峰和一旁的男友人在聊天 盖月希则闷闷不乐地看向两人 似乎有种被冷落后的不乐之感 之后冯绍峰开始将注意力放在盖月希身上 她似乎喝了一点酒 灰着手似乎正在说些什么 一旁的盖月希则直勾勾地盯着冯绍峰 笑得十分灿烂 很显然冯绍峰是酒席上的焦点 喝了几轮小酒后的冯绍峰满脸通红 话也开始多了起来 一直在和众人交谈 盖月希则始终坐在她旁边 笑得十分开心 两人亲密地举直也被指恋情曝光 不过也有网友不解 质问盖月希此前明明和林更新在一起 2020年 林更新和盖月希因合作都市 悬疑爱情剧最初的相遇 最后的别离结缘 向来对大长腿没有抗拒力的林更新 很快便和盖月希走到一起 两人屡屡被拍约会 当街拥抱亲吻 恋情正式曝光 但这段恋情和林更新以往的恋情一样 来得快去的也快 最终不了了之 盖月希再一次被拍 是今年2月份被拍到和X9少年团的谷嘉诚一起 手牵手出游 两人被指已见过家长 一次好事将近 可是还是未能将近 盖月希再被拍到和逢少峰打情骂俏 在狗子拍摄的视频中 可以明显看到两人动作十分亲密 女方会特意凑到冯少峰耳边说一些悄悄话 之后盖月希甚至将投靠在冯少峰肩上 亲密程度可见一般 有网友感慨 冯叔这世又恋爱了 这女人缘 冯叔果然是书圈顶流 女友一个又一个 还有人表示 娱乐果然是个圈 冯少峰和盖月希 林更新和赵丽颖 的确 冯少峰和林更新的前女友亲密聚餐 林更新则和冯少峰的前妻拍戏 两人还是出了后台花絮 甜蜜众人 让人不由感慨 娱乐是个圈 对此 有网友感慨冯少峰和赵丽颖复合无望 也有人表示光从几张互动不能断定冯少峰和盖月希的恋情 当然不管赵丽颖和冯少峰是否复合 粉丝都会尊重她的选择 也祝她余生幸福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